我們204這一題 請把這個住專一直到助理員 他的單位幫我查出來 他的單位是多少 306 第幾個字呢 第三個 3到5 就是單位 比如說305好了 305 就是這個 那當然你就Ctrl C 比如這個是306 那就單位裡面306 長穿分行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每一次Ctrl C Ctrl V 這個是342 你要切過來 342 OK 那往下找這個 那這樣的話你恐怕 如果人數非常多的話 你可能事情一定做不完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很快的幫我把這個結果 直接放到前面去 我以後只要做一次 像下填滿 事情就搞定了 當然最好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會發現住專到助理員 他們需要都一樣 那你是不是說做一個工作表 可以四個一起來就好了 做一次就好了 四個全部做完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我們如果四個工作表的位置都一樣的話 請注意 請注意 你就把它多選 什麼叫多選 先選住專按SHIFT鍵 SHIFT鍵按住之後的話 再去點住裡 SHIFT鍵 這個時候這些都選了 我再一次 住專 SHIFT鍵 這個時候多選了 這樣表示說 你做一次 四個工作表 全部做完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要查什麼 單位 剛剛對照表在後面 怎麼查 前面有講過類似的 用那個VLUK函數 VLUK函數 VLUK函數 那VLUK函數的話 郵票放這邊 插入函數 查詢的話 記得在檢視與參照 移到最下面 有個叫VLUK函數 不過這個函數 各位要有點心理準備 因為它真的還蠻複雜 因為它要四個東西 它會問你 這個函數 會要求你給我 給它四個答案 第一個按確定 第一個問題 你要查什麼 LUK函數 你要查什麼 查108 可是問題來了 108 你現在點下去的話 它會是 這個的 全部 可是問題你只要108怎麼辦 特別注意 要利用一個叫MID的 MID的一個函數 這個MID函數 特別注意 請注意 在A3的前面 打一個MID B 錢瓜 好 錢瓜 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 它要查什麼 查這個A3 逗點 接下來 第二個 第一個就是A3 第二個的話 查什麼 從哪一個字開始 從第三個字 所以你就輸入3 逗點 那你要從第三個字 你要幾個字 三個字 對 所以你就輸入3 刮譜一下 各位沒有看到 後面就出現108了 有沒有 OK 那MID就MID MID 特意是說 你要的那個字 可是我不要全部 我要從中間的第幾個字開始算 算幾個字給我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這好像前面也有做過類似的吧 好 OK